有朋友問五礦資源 為什麼你問五礦資源呢 阿爺說明打壓這些是炒賣的 說這些不要要炒那麼多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五礦資源應該都要聽著瓶子來做 一定會起現水平稍為作整固 整固 整固的時裝就很簡單 那你這個消化 這個一整股就掉下來 你這個掉下來之後就怎樣呢 就在這個打橫行 你去消化這個政策利淡消息 那你怎麼知道消化得到好呢 你升上去就可以了 在這個保利家通道的中軸是五個一 所以這個阻力就是五個一 你升穿了五個一 再跟著上面看保利家通道呢 就是這個是五個九 就是有一個是六元左右 所以先去到五個一 所以如果有課的朋友 我的建議就是 現在這個階段呢 先拿著 因爲它引起這裏呢 這一天是跌到最多了 不過跌了這麼多而已 所以在這點裡面呢 先拿著 然後看它會不會上到五個一 沒有課的朋友 你都可以駁一下的 就是五個一 就是駁一下 即是現在大約在四個六島買 然後駁它五個一